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稍微温暖的山谷成为众多动物的越冬庇护所 这些枯草在众多食草动物们的眼里 就是救命的口粮 他们在食物上有着竞争关系 但从不相互争强 而是默契地分享着山谷中 本来就短缺的食物资源 藏野驴是高原上的大胃王 他们必须吃掉很多草料 才能维持庞大的身躯 一头野驴在一天内吃掉的甘草 相当于三头山羊的食量 为了吃饱 他们不得不走得更远 每天要走四十公里左右的路程 好在他们奔跑能力强 时速可达四十五公里 并且耐力极好 可以一口气跑四十到五十公里不休息 像藏野驴一样 把蜜食范围扩大 炎阳则是依靠自己高超的攀爬技能 把蜜食范围向高处延伸 每天往返于河谷和山顶之间 平坦的山谷地带 盘阳占据了一席之地 盘阳的头和脚夹在一起 重达四十千克 占到自身体重的三分之一 所以让他们的奔跑速度降低 时速最高仅为每小时三十千米 奔跑速度和攀崖等技能 都比不上其他野生羊类 平坦的山谷地带是不错的选择 跟他们在山谷地带活动的 还有众多的食草动物 生存不易 千万年的生存考验 锤炼出各自的生存技能 让他们在食物以及觅食区域的选择上 达到默契 和谐地共享山谷里的食物资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